好了各位同学 刚才的第3呢图形稍微有点复杂 因为是把三组平行线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也需要我们同学擦亮你的眼睛 对吧真的考察火眼金金 是否能从图当中拆分出我们有用的 好了一道题做完了之后可能同学说 老师好像还是稍微有点困难 能不能再来一道呢 OK不要急 马上我们来看一下第4 还是来接着第3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训练这种复合图形的拆分 如图四边形ABCD是一个平四边形 O又是平四边形 两组队员平行 又光明正大地告诉我们了 还有一组边EF和AC是平行的 现在呢我们知道三角形ADE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4平方厘米 让我们求三角形CDF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是多少 现在知道ADE的面积是这个了 让我们求ADCF的面积是多少 我相信啊估计有同学 可能猜一猜也能猜得出来答案是多少 尤其想着今天讲的等级啊 面积相等变形 估计应该跟AD的面积是一样的 答案是4平方厘米 OK恭喜你答对了 但是如果是一道解答题 那代表是要很可惜的告诉你 很抱歉 我还是不能给你分 没有过程对吧 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相等 那当然了还得接触我们的等级变形 就叫做平行线了吧 那这道题的平行线是不是跟D3是一样的 有平四边形所以对边应该是平行的 然后还有一组边已经明目张胆的告诉我们了 对不对 他俩就是平行的 又有三组平行线 所以你想一想这道题肯定得有几组等级变形呢 三组 然后每一组变形完了之后 最后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两个三角形面积相等 好了那不要紧 我们还是一样的 简单图形嘛 慢慢来拆分呗 先把平行四边形ABCD画出来 在AB边上选一点E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三角形ADE 现在我是不是要找它跟哪个三角形面积相等吧 那一样的道理啊 对于三角形ADE来讲 选择一条边作为底边 那么这条底边所对的顶点 是不是肯定要在另外一条跟底边平行的线上 对不对 那如果我选AD为底边 E这条点 E在哪条边是跟AD平行的 没有那条 没有对不对 那或者我选DE或者我选AE 大家是不是要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那最后经过选择应该是以AE为底边 这样AE为底边 它对的顶点D所在的这条线 是不是跟AE是平行的 好了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再找另外一个三角形 让它的一条边是AE 另外一条 它的一条边是AE 然后这条边所对的点 在CD这条边上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 那这样连完之后 我们的三角形AEC的面积 是不是就跟AE的面积也相等了吧 对 好了那接下来同样的 再来画一个基本图形 ABCD 然后选择AE 然后选择E这条边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找的 是不是就该跟AEC的面积相等了 那同样的 肯定不能再选AE这条边作为底边了 对吧 就已经用过了 那只能有CE或者是AC CE为底边 A在这儿 那俩平行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选择以CE为底边的话 那它所在的顶点A 在哪条线上是跟CE平行的呢 没有 我看看题目有吗 没有 对不对 OK那不要紧 那它不行我们再换呗 那我们选择以AC为底边 那你看E在的那条线上 AC为底边 E在的那条线是跟AC平行的 题目说得很清楚 EF嘛 所以我们把这条线找到 是不是应该是EF这条线平行吧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只要以AC为底边 在EF上再找一点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选哪个点呢 EF上没有别的点了 就只有F了 那就是三角形 ACF 这个三角形了吧 那同样的 在这里没有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 再连条辅助线吧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的ACE跟ACF的面积 是不是就相等了 那同样的道理 再往下 是不是该找哪个三角形 跟ACF相等 是不是再接触最后一组平行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这个同样的 交给我们对同学自己 来客厦 人人研究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你一定会发现 最后一组等级 一定是我们要求的 CDF跟ACF的面积相等 所以最后确实 它的面积也是 4平方厘米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解体过程 平行在哪里就不说了 连接AF和CE 那么根据等级变形 可以得到 三角形ADE的面积 和ACE的面积相等 CDF的面积 和我们的三角形 ACF的面积相等 再因为EF和AC平行 所以ACE这个三角形 跟ACF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也相等 所以最后 它的面积就是 4平方厘米 OK 我们这些答案 就给出来了 答案就是 OK So